扛着大包小包一一送上车 在新社区女儿强坍塌 关爱之家忙着撤离 负责人透露这栋老公寓 其实早已经出现问题 房子才买四年 一开始买的时候 就里面就只要下雨 餐厅跟客厅全部都积水 白色轿车才刚经过 突然从天而降好几块混凝土 瞬间扬起粉尘 就连路过民众都被吓到往后退 让人触目惊心 原来公寓右半边 就是照护黑户宝宝的关爱之家 顶楼加盖则是两边共同使用 事发当时就是五楼女儿墙 突然整片倒塌 不只波及二楼阳台 就连一楼工厂行的车 也当场砸毁 关爱之家紧急疏散 45名孩童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 现在是小孩都各自 我们都帮助这些移工的妈妈 他们这些孩子 就是分很多很多的小家 就需要找场地 或者我们孩子要办活动 回来也真的没地方 回想事发当时附近住户 余悸有存 意外发生第三天 一楼工程行员工忙着进出 查看状况 北市建管处也找来 技师工会到场会刊 发现倒塌意外主因就在这 幸好整齐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老住公寓突然发生围墙坍塌 相关单位恐怕得加紧脚步 严拟为老建筑修缠措施 以免惊悚场面再次上演 今晚有线小关亚麦采访报导